今天天气有点冷了 我们要把红薯收回去 这里有很多野蘑菇 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带藤的 我们是留来明年继续种 做种用的 所以这个藤子不用搞断 现在我们要回去吧 这就是我们农村的火堂 冬天用来烤腊肉 烤一些或者是烤鸭之类的东西 今天我们就用它来烤农薯 我们多烤几个 这样烤了 大概要烤十来分钟的样子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 紧紧的等待 烤了十多分钟了 现在应该熟了 我们拿一个尝一下 刚拿出来会有点烫 拿一张纸包一下 大家看 熟了 像这种红薯挖回来以后 放一段时间 再用来烤 它会更甜 更香 下一期我们会介绍更多农村红薯的吃法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